世界上最强的十个汽车,有速度能超过战斗机的,还有跑着跑着能飞起来的,而第一名的汽车更加强悍,不仅能跑能飞,还能在水上奔驰,你见过吗?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就和大家去做一做那些设计奇妙的交通工具,点击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地表最快的车 提到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车,很多人第一印象是法拉利、兰博基尼,但这些车只能算世界上最贵,根本称不上最快,那到底谁才是最快的车呢? 答案就是它,有美国人发明的一款超音速车,被称为陆地速度之最,最高时速可达到3218公里每小时,超过了以往的所有速度之最,就连天上飞的战斗机都比不上它,想一想,3218公里每小时是什么? 台湾南北长约400多公里,也就是说,它跑一趟只需要8分钟,一个小时就能来回8趟,是不是连飞机也望尘不及? 而且,除了跑得快,它的加速更快,从零加速到160千米每小时,仅仅只需要一秒的时间,这是什么概念? 我相信,懂车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跑车,在它的面前也只能羞愧地低下头,那它为什么能跑这么快呢? 看看它的配置就知道了,它使用了航天器和核弹零件制造而成,发动机更是采用了火箭发动机,你说这样的配置能不快吗? 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车,它是当之无愧 电动车大家都见过,但造型如此奇怪的,估计大家一定是第一次见 眼前这个东西,虽然外形看起来像是单车,可是仔细一看,却又大不相同,最奇特的就是它的轮胎和普通的轮胎不同 它竟然是可以旋转的圆形滚筒,而且全部是横向安装,那这样的轮胎能正常行驶吗? 当然可以,它这种不按常理的设计,正是它的强大之处 一般的轮胎只能前进和后退,但它却不仅仅如此,它几乎可以完成你能想到的任何移动方向 比如像螃蟹一样左右横移,甚至是360度原地旋转 而想要实现这一切,却不容易 不仅轮胎是3D列印的特殊形态,更是在每个轮子上装上了独立控制器 四个轮子可以根据指令,自由组合,才成就了这份强大 不仅如此,它的左右转向并不需要操作手柄,只需要身体倾斜 车子就会感知到,并根据重力大小进行同步操作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侧个身,就能完成飘移的电动车 光凭这一点,其他车就只能甘败下风 不过遗憾的是,正是因为装置太过复杂,不大可能量产上市 所以我们只能用眼睛感受一下了 第八名,阿凡达汽车 修长的弯工是车身,巨型的透明座舱,会呼吸的鳞片 这可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是奔驰推出的未来作家,阿凡达 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的设计灵感来自电影阿凡达 这也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 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四梁六柱,仿佛一个漂浮在地表的太空船 而它的球形轮胎,每个都能单独控制,甚至可以让它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当然,作为全球唯一的一辆,它的强大并不只是在外观上 各种高科技部件全部都是首创,功能更舒适震撼人心 最吸引人眼球的,当属车后背的33块仿生雨翼,不仅可以收集太阳能位整车电力 更厉害的是,它能根据行驶方向,自动调节雨翼的方向 进而调节气流,增强全车高速行驶的稳定性 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它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甚至没有任何按钮或开关 只有一个椭圆形控制器,一切操作都能靠它实现 就要游戏手柄一样,你往哪推,它就往哪走 简直是极简主义的巅峰之作,就这满满的未来科技 时不时已经让你心动了呢 比起阿凡达的科幻,下面这个汽车却是绝对的实用主义 四个能伸展的轮子,让它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第七名,终极移动车辆 现代概念车Elevate已经亮相,看过的人无不泽泽称奇 这车子是成精了吗?竟然有四条腿 变形金刚嘛 从它亮出大长腿的这一刻,就知道这不是为简单的出行场景设计的 当它的轮子合上时,Elevate和普通汽车一样 关键是速度还不慢 最高能达到113公里每小时超高速度 一旦展开,就成了一个大型机器人 能把车身抬升1.5米,用轮子作为脚 可以复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行走模式 不管是雪地,冰地,山路都能轻松翻越 就算是面对陡峭的山壁,它依然能够如履平地 而且,就算轮子底下的路在崎岖,在行走过程中 它都会随时调节四条腿的伸缩长度 让座舱尽可能处于水平状态,保证乘客乘坐舒适 此外,每条机械腿都有六个自由度 就好像我们腿部关节分为几个部分一样 意味着车子的灵活度非常高 每条腿都能独立活动 说不定经过训练后,直接能耍上一段简单的街舞 不过目前Elevate还只是个概念车 但现代已经造出了一款迷你的圆形车 或许不远的将来,真的能走入我们的生活 第六名,六轮汽车 很多人都梦想能拥有一款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汽车 以前只能在电影中寻觅 而现在却真的有了 它就是大众发布的概念车Equa 据说这款三合一的多功能车 就能将电影中那些不可思议的画面变成现实 从外观看,它就像一条扁平的笔木鱼游走在海上 不过最显眼的还是它的六个轮胎 除了常规的四个方向轮 它的尾部还设置了两个风扇轮 而正是这样的奇怪造型 才让它涉水,翻山无所不能 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轮子 它才成了跨区域作战的王者 不管是公路,冰面,还是沼泽水路 它无疑不通,无疑不惊 只要轻轻按下按键 它的裙板就会开始自动充气 瞬间变成悬浮状态 再加上尾部的强劲风扇 与其说它是在行驶 还不如说它是在贴地飞行 据了解,它的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约100公里 而值得一提的是 它利用氢燃料电池驱动发动机 实现了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除了动力,它的造型也很独特 为了保证密封性 它的车门开创性地设计在车尾 想要进出只能走后门了 那你觉得这个能征服公路 湖泊和雪地的家伙 值不值得期待呢 第五名 一键解体的汽车 未来的交通出行 汽车是否真的可以飞上天 大陆广汽集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和其他的所谓飞行汽车相比 广汽的GO的强大之处在于 它打破了常规 并且给以后的飞行汽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直以来 困扰飞行汽车发展的难题 那就是重量 动辄几吨的载重 让所有的飞行器都不堪重负 而GO只需要一个按键 汽车就会一分为二 飞行舱就会自动脱离 95公斤的重量 对于飞行器来说 根本没有负担 想象一下 在拥挤的大街上 堵的水泄不通 而你只需要轻轻一按 放飞的无人机 就会带着你升到空中 然后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 一起绝尘 有了它 所有的天欠都会变成通途 但大家一定有个疑惑 那就是上半部分飞走了 下半部分怎么办 而这正是它的另一个强大之处 底盘不光配备了最先进的自动驾驶功能 还有追踪定位功能 当飞行舱起飞的同时 底盘就会自己前往目的地 提前等着与飞行舱的再次结合 更值得期待的是 未来我们还可以随意为底盘配备各种驾驶舱 它可以是轿车 也可以是一台MPV 一台SUV 一台皮卡 甚至是一台跑车 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的无限可能吧 第四名 会飞的汽车 在不少科幻电影中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场景 一辆正在公路上急驰的汽车突然收起了四个轮子 变成飞机 而如今 飞行汽车正在照进现实 这款名叫Aircar的飞行汽车 由来自斯洛伐克的ClineVision公司开发设计 外形看起来与普通的汽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平时 你可以开着它在路上正常行驶 而一旦需要 可以在三分钟内从汽车变成飞机 点一下按钮 唯一就会自动伸展开来 与此同时 两个折叠的翅膀打开 然后 在螺旋桨的推动下 你就可以开着它飞上天 据了解 这款汽车可以在2500以下的高度任意飞行 最快可达时速300公里 最大航程达到了1000千米 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 毫无压力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它还配备降落伞安全系统 即使出现故障 也能将你安全送到地面 那这样的飞行汽车 你想要拥有一辆吗 第三名 智能摩托车 电影《变形金刚》中酷炫的机器人 曾经让我们无比向往 而现在而时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日本研发的坐骑机器人 就堪称代步车中的变形金刚 就造型而言 它看上去就像一只大袋鼠 也许正是因此才用袋鼠 Kangaroo给它命名 不过虽然看着像袋鼠 但它比袋鼠可要强大得多了 当需要骑乘时 它会瞬间完成变形 弹出坐垫 拉长身体 从袋鼠变成一匹骏马 带你任意驰骑 而且它配备了带有传感器的独特悬挂 能够自动检测起手的倾斜方向 随时保持稳定 就算是90度的急转弯 它也能轻松应对 就算是穿梭于大街小巷 也是随心所欲 而它独树一帜的跟随模式 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它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一样 跟随在你身边 随时等待你的召唤 而且还能像宠物一样 通过语音和特定动作 与主人进行交流 如果不小心跟丢了也没事 强大的雷达导航系统 能让它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无论是有趣的变形动作 还是特别的骑行方式 它都绝对算得上 最强大的摩托车之一 你觉得呢 第二名 移动的堡垒 它号称世界上最不可阻挡的汽车 撞不坏乍不烂 奔驰大巨和汉马 在它的面前只能算是小弟 它就是派拉蒙 2.66米的身高 再加上惊人的42厘米离地间隙 让它可以随意从轿车身上撵过去 别看它是个体重16吨的大家伙 却跑得飞快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 厚实的钢板 加上一身蛮力 一切障碍物都能被移为平地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面对围墙都是直接冲过去 要是和它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你只能自求多福 它掉点七 你可能就废了 不过这些还都是小菜一碟 它最硬核的当属防弹能力 甚至能抵御反坦克地雷的破坏 有人将它和汉马放在一起 让两车同时遭受一个炸弹的破坏 在炸弹爆炸以后 汉马已经动弹不得 而派拉蒙却几乎没受多大破坏 派派会扬长而去 真不愧是世界上最硬核的汽车 不过遗憾的是 它只在国外销售 我们只能默默欣赏了 见识了派拉蒙的坚不可摧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史上最全能的选手 不仅能在路上跑 天上飞 甚至还能下海游 第一名 海陆空三七的汽车 这辆外观如此帅气的汽车 可不是科幻片中的模型 而是全球首款海陆空三七飞行汽车 MileyC 海陆空三七飞机 顾名思义 就是它既可以冲天英机长空 也可以下海展播劈浪 想想都觉得很刺激 驾驶者只需按一个按钮 机翼便会自动展开 30秒内即可从汽车变形为飞机 飞行后尾翼 加上三叶螺旋桨 保证了飞机有足够的推力 即使满载700公斤 它也能每小时飞350公里 同时还能凭借巨大的驿展 和出色的流线型布局 漂浮在海面任意驰骋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小巧的造型 让它在理想环境下 只需要正常的马路 它就能完成起飞动作 更厉害的是 它的机翼自动折叠后 宽度只有2.7米 不仅可以在一般的公路上 像正常汽车一样行驶 就连自家的车库都能轻松放下 绝不会给你添麻烦 怎么样 想不想要一辆呢 看完以上的视频 你最想尝试第几款交通工具呢 如果你还知道 其他奇葩的交通工具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 感谢观看